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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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这篇听力难度有点大 首先这是两个男人之间的对话 要分清楚谁是Martis先生 谁是Ford先生可能有一定的难度 其次Ford先生带有比较浓重的奥地利口音 大家也正好习惯一下 不同地区的人讲德语会是一种什么感觉 不过只要同学们抓住关键词 应该就能回答课文后面的练习吧 听得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问贝斯 买马 真糟糕,你今天要去室室吗? 当然,我去室室 和你? 我今天要去餐厅 那,这里在城市有很多餐厅 我祝你一个好餐厅 非常感谢 再见 不知道同学们有没有选对 有没有听出这个对话是在市中心进行的呢? 其实,只要同学们听到 Kino 电影院 Restaurant 饭店 还有 In der Stadt 在城里这些单词 应该能够推测出 这两个人是在市中心进行的对话吧 下面,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对话原文 Ja,grüß Gott, Herr Martis Grüß Gott Grüß Gott 你好 这个是德国南部 尤其是巴伐利亚地区 以及奥地利和瑞士地区打招呼的方式 就相当于我们前面所学过的 Hello Guten Tag 它的字面意思是 向上帝问好 那么其实就是 你好的意思 Grüß Gott Fort先生看到了Martis先生 所以赶紧跟他问好 啊,Guten Abend, Herr Forts 从这个句子我们可以看出 他们两个人是在晚上碰到的 因为Martis先生说 晚上好 Fort先生 Ja, was Guen Sie heute zu Fuß Fort先生看到Martis先生没有开车 就问他 嗯,您今天既然是没开车 竟然是不行啊 这里的这个词组很重要 Zu Fuß gehen Zu Fuß gehen 不行 Natürlich Ich gehe ins Kino 当然没开车 我去看电影 这个词组 Inns Kino gehen Inns Kino gehen 同学们能记的话也可以记一下 有点像英语里面的Go to the cinema 这里的ins 实际上就是借词in和贯词das 合在一起的结果 Inns Kino gehen 其实就是到电影院里面去 那么到电影院里面去 当然就是看电影了 Martis先生因为要去看电影 所以没有开车 Ich gehe ins Kino Und Sie Und Sie 那您呢 这里的那您呢 其实就问的是 Und wohin gehen Sie 那您去哪里呢 Ich gehe heute Abend ins Restaurant Ich gehe heute Abend ins Restaurant Ford先生回答说 今天晚上我要去饭店吃饭 这个词组 ins restaurant gehen 也请同学们记一下 ins restaurant gehen 大家可能发现了 这个去饭店吃饭的 ins restaurant gehen 和前面一个词组去看电影 ins kino gehen的结构非常一致 那是因为restaurant也是中性的 那么in das restaurant gehen 就变成了ins restaurant gehen 我们要去饭店吃饭 当然要到饭店的里面去了 那 Here in der Stadt gibt es ja genug restaurants Martiz先生说 嗯 城里饭店可够多的 Guten Appetit wünsche ich Ihnen Guten Appetit 请大家记一下这个短语 Guten Appetit 祝您胃口好 这个短语通常是我们吃饭 要开动之前互相说的 Guten Appetit Appetit解释为胃口 Gut 我们学过好的 也就是祝您有好的胃口 Guten Appetit Wünsche ich Ihnen 后面的Wünsche 就是祝 Wünsche ich Ihnen 我祝您有好的胃口 这里的I Ihnen 是第三格 我们还没有学过 大家先不要管 Fort先生最后对Martiz先生说 Recht schönen Dank 非常感谢 Schönen Dank Vielen Dank 都是非常感谢的意思 最后Fort先生跟Martiz先生告别 Auf Wiedersehen 在上一节课上 我们学习了德语中 用Kine和Nicht来表达否定 我们现在来复习一下 Kine和Nicht分别用于哪些情况 否定词Kine用来否定 不定贯词 E E E呢 以及负数的零贯词 除此以外的否定 基本上都用Nicht来进行 例如定贯词的否定 动词的否定 形容词的否定 以及句子成分的否定 不知道同学们还记不记得 那我们接下来就来做一组口语练习 来复习 在做练习之前 我们再来朗读一下 城市里比较常见的一些机构和建筑物 这些单词在后面的口语练习中也会出现 Gaboyda in Frankfurt Gaboyda in Frankfurt Gaboyda in Frankfurt 法兰克福的建筑物 Der Supermarkt 超市 Der Bahnhof 火车站 Der Hafen Der Hafen Gangko Der Platz Guangchang Das Rathaus 市政厅 Das Museum Das Hotel Das Hotel Das Geschäft Persifte 商店 D people D 教堂 D 学校 D Universität 大学 D Post 邮局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口语练习 要怎么来做 同学们会看到一幅图片,以及一个问题 Is das ein Rathaus? 这是市政厅吗? 但是图片里显示的是住房 那我们就回答说 Nein, das ist kein Rathaus 不,这不是市政厅 Das ist ein Wohnhaus 这是一个住宅楼 也就是我们先要否定前面句子里的这个事物 然后再给出正确的答案 请同学们来做一下这个练习吧 Is das ein Museum? Nein, das ist kein Museum Das ist ein Theater Is das eine Bank? Nein, das ist keine Bank Das ist ein Hotel Is das ein Café? Nein, das ist kein Café Das ist ein Kino Is das eine Kirche? Nein, das ist keine Kirche Das ist ein Supermarkt 在对前面一课的内容进行了复习和练习之后 我们就要进入本单元的第四个部分 Incun 在科隆 从标题 同学们就可以察觉 我们要离开法兰克福 来到德国另一座现代化大都市 科隆 在开始学习这部分之前 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这个城市的相关信息吧 科隆 位于德国西部莱茵河畔 人口约一百万 面积四百零五平方公里 是仅次于柏林 汉堡和慕尼黑的第四大德国城市 它不仅是一座古老而美丽的城市 也是一座现代化气息极强的大都市 科隆的历史悠久 它是德国最古老的大城市 它建成于罗马时代 当时的名字为 Colonia Claudia Ara Agrippinesium 这个名字看起来好复杂 但是它却透露出 科隆这座城市的起源 Claudia是当时罗马皇帝的名字 Agrippinesium则是当时 罗马皇后 阿格里皮纳的名字 她出生在科隆这个地区 因此她成为皇后之后 恳请皇帝将她出生地 升级为城市 Colonia 殖民地的意思 因此这个这么长的名字 其实的意思就是 Claudia Agrippina皇后的殖民地 随着时间的推移 这么长的名字 也就逐渐简化为了 科隆 中世纪 查理大帝定科隆为大主教驻地 科隆也就成为德意志首屈一指的大臣 人口甚至超过当时的巴黎和伦敦 科隆的兴起 要得益于她优越的地理位置 她地处南北水路和东西大道的要塞 又是朝圣要道 车马都从这里经过 货物也在这里集散 而且科隆当时还拥有一个特权 就是所有途经科隆的货物 都必须先放在科隆斩销三天 才能继续运送 这对于科隆的商业 无疑是一个很大的推动 随着经济势力的增强 科隆的富商和手工业行会 夺回了城市的管理权 大主教陶网波恩 再也不是科隆的统治者了 科隆成为帝国自由士 和汉沙同盟的重要城邦 到了1815年 科隆被并入普鲁市 随着卢尔梅田的开发 和铁路的延伸 科隆一跃成为近代的工商业大都市 他的工业有军工 冶金 机械 化学 制药 炼油 纺织 石瓶等等 可惜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 科隆遭到英美联军的地毯式轰炸 全城几乎被以为平地 市内90%的建筑被毁 市民也从80万降到40万 战后 科隆在废墟上重建 这座历经沧桑的莱茵古城 就如同灰烬中飞出的金凤凰 又成为一个兴旺发达的现代化大城市 提到科隆 人们就不得不想到科隆大教堂 科隆大教堂似乎已经成为科隆这座城市的象征 以及全世界游客所向往的名胜古迹 这座屹立在莱茵河边的科隆大教堂 高将近160米 有两座哥特式的尖塔 也是世界上目前最高的双塔教堂 在1164年 当时的大主教将东方三博士的遗骨 从米兰移到科隆 这使得科隆成为一个重要的朝圣圣地 因此 当地的市民就决定建造一座 绝无仅有的大教堂来存放圣迹 但没想到的是 科隆大教堂的建造过程 竟然持续了六百多年 从1248年科隆大教堂奠基 到1880年 最终在普鲁士国王的帮助下建成 整个建造时间为期六百三十二年 而且由于科隆大教堂太大了 需要不断的维护 因此 它也被称为永久的工地 此外 科隆的狂欢节也举世闻名 狂欢节在德国是最热烈 最驰名 参加者最广泛的传统节日 而科隆则是狂欢节三大庆祝中心之一 另外两个是美英词和杜塞尔多夫 在科隆 每年都要举行规模盛大的游行活动 而且早在头一年的11月11日11点11分 科隆就宣布进入狂欢的季节 称之为第五季 科隆的狂欢节大游行 规模盛大 历史久远 文明全德 很多外国游客也都慕名专程赶来 在科隆度过这使人一生难以忘怀的狂欢节 在对科隆这座城市有了大致的了解之后 同学们是不是有点想去科隆看看呢 大家如果有机会经过科隆的话 一定要去看一下科隆大教堂 当你走出科隆火车站的时候 一定会被屹立在眼前的科隆大教堂所震撼到的 接下来我们来学习一下这一课出现的主要词汇 The Gates The Gates 你好吗 这个就像音语里的问候语 How are you 这里的Gate 其实是Gate S的连写形式 The我们学过 How 所以这有点像音语里面的 How is it going 这样的句式 你好吗 通常我们在遇见认识的人 在打过招呼之后 我们就可以问对方 The Gates 你好吗 那如果好 我就可以说Good 那如果一般呢 我们就可以回答 Esgate Esgate 还行 The Gates Danker Esgate 你好吗 谢谢 谢谢 还行 So So 这个单词和英语的So 长得一样 所以它也解释为 如此 那么 Wie geht's Nicht So Gut 你好吗 不那么好 没有那么好 也就是 一般 不太好的意思 Nervous Nervous 形容词 出租车 出租车 出租车没有来 Das This problem Di Problema Das Problem Di Problema 这个单词 一看 就知道是外来词 跟英语长得一模一样 问题 麻烦 所以它的重音 在最后一个音节上 Problem 那么英语里我们经常说 No problem 那么德语怎么说呢 我们要用否定词 Kein Kein Problem Kein Problem 没有问题 Das ist Kein Problem 这没有问题 我们之前还有学过一个单词 叫 Die Frage 问题 那么请同学注意这两个单词的差异 Die Frage Die Fragen 这个问题很像英语里面的 Question 就是我们可以提问 并且 回答的问题 而今天我们学到的Problem 有点像英语里面的Problem 也就是麻烦是 要解决的问题 Feel and Dank Feel and Dank Dare Dank Dank 是感激的意思 就像英语里面的Thank Feel 我们前面学过 相当于Much 那么feel这个情容词 我们通常都不变词尾 但唯独在 Thanks a lot 这里 也就是 很多感谢 这句套话里 它要加上词尾 Feel and 那么请同学先把这个 Feel and Dank 这个套话表达 当成固定搭配 把它记住 Feel and Dank 非常感谢 Das ist sehr nett Feel and Dank Das ist sehr nett Feel and Dank Nette 就相当于英语里面的Nice Oh 真好 你真好 太感谢了 Das Diktat Die Diktate Das Diktate Die Diktate 外来词 所以中音在后面 听写 Wir machen jetzt ein Diktat Ein Diktat machen 做听写 Wir machen jetzt ein Diktat 我们现在来做一个听写 那么Diktat除了用Machen搭配以外 我们也可以说写一个听写 Ein Diktat schreiben Ein Diktat schreiben Ein Diktat schreiben Zillen die leben Zillen die leben September Oktober November Dezember Und dann Und dann Fängt das ganze schon wieder von vornerein Der Tourist Die Touristen Der Tourist Die Touristen Joukhe Lyuouche 外来词 所以中音在最后那个音节 ist上 Die Touristen in Kuhn Fragen Fiel Die Touristen in Kuhn Fragen Fiel 在科隆的游客 他们的问题很多 他们问的很多 这里的Fiel 是修饰前面的动词 Fragen的 那如果我平时旅行比较多 我就可以说 Ich reise viel Ich reise viel 那如果我是个工作狂 我就可以说 Ich arbeite viel Ich arbeite viel Information 中音在最后 解释为信息 那么这两个词合在一起 就解释为游客获得信息的地方 那就是游客的问讯处 Die Touristen in Formation ist in Centrum 游客问讯处 就在市中心 一般 一出火车站 附近 一定会有 游客问讯中心 Das Jahr Di Jahre Dass Jahr Di Jahre Nian Anna ist 22 Jahre alt Anna ist 22 Jahre alt Anna 22岁了 大家看这句句子 其实它的结构 跟英语是完全对应的 数字加上年 再加上形容词 英语里我们也会说 Anna is 22 years old 大家都是用数字 加上单位 再加上形容词 这样的结构来表达的 The alt The alt 多大 或者多老 我们从字面看 The alt 就相当于英语里面的 How old Wie alt ist die Stadt Köln Wie alt ist die Stadt Köln Köln 这座城市 它有多老了 Zwei Taunet Jahre Oh Köln 这座城市 有两千年的历史了 那如果我说 Wie alt Wie alt bist du Wie alt bist du 那就是问你的年纪 你几岁了 H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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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ol 大家注意 这里的 O 发长音 虽然后面有 CH两个字母 这个Hor 可以形容 山高 或者建筑物的高 但是不能用在人的身上 人高 我们是用 Gros 那个单词的 就是 大 就算是 姚明那种身高 我们也只能说 Hor 明 ist sehr Gros Wie hoch ist der Kölner Dom Wie hoch ist der Kölner Dom Der Kölner Dom 就是我们前面所提到过的 Köln 大教堂 Der Dom Die Dome Der Dom Die Dome 大教堂 它跟Kirchir相比 一般来说 要比较的大 而且通常有一位主教 我们才能叫Dome 然后前面的Kölner 是城市名做形容词 我们只要在城市的名字后面加上AR 就可以把这个城市变成形容词 就把Köln 变成了Köln的Kölner Dom Der Kölner Dom 就是Köln大教堂 Wie hoch Wie hoch ist der Kölner Dom Köln大教堂有多高呢 Wie hoch 多高 Hundert Sixzig Meter 160米 那同学们 Me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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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 meter Das Haus 加上单位 再加上形容词 der man ist ein Meter achtzig groß der man ist ein Meter achtzig groß 这位男士高一米八零 因为前面的主语不一样 所以后面的形容词也不一样 房子是用hoch 而人则用gross wie viele wie viele 多少 这个就相当于英语里面的how many 是问数量的 大家还记得feeler这个形容词 就是相当于英语里面的many吗 它是专门用来修饰可数名词的 那么这里的wie viele 就是等于how many wie viele Menschen wohnen in Kern wie viele Menschen wohnen in Kern 有多少人居住在科隆 wie viele Menschen 有多少人 那如果我想问 有多少孩子在踢球 我们可以怎么说呢 对 应该是 wie viele Kinder spielen fußball wie viele Kinder 我们 umge füllen füßball umgefe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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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约 umgefeir eine million 大约一百万吧 因为前面我们问 柯隆有多少人 如果不知道精确的数字 我们就能说 大约一百万 umgefeir umgefeir eine million der fluss die roh 而来因河 是阳性的 der rhein der fluss in Kern heist rhein der fluss in Kern heist rhein 科隆的那条河流 叫做莱茵河 我们一上来就讲过 科隆是一座 位于莱茵河畔的城市 der fluss der fluss di turma der fluss di turma 中楼 塔楼 der fluss di turma der fluss di turma 电信发射塔 der messer turma der messer turma 展覽管塔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在学习了本课的单词之后 我们来做一个听力练习 请大家把书本翻到第34页的练习一 我们将会听到 Marine Steinmann和 Herr Schneider之间的一个对话 Marine Steinmann wohnt in Kern Marine Steinmann住在科隆 Bitter hören Sie Was antwortet Frau Steinmann 请大家听对话 并选出Marine Steinmann女士的回答 不知道前面一个练习 不知道前面一个练习同学们有没有都选对的正确答案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原文 Ach, Guten Tag Frau Steinmann Hallo Herr Schneider Schneider先生看到了Steinmann女士 所以跟她主动问好 而Steinmann女士也跟Schneider先生打了招呼 Na, wie geht's? Nicht so gut Ich bin ganz nervös Schneider先生问Steinmann女士 你好吗? Steinmann女士说 不怎么好 为什么不怎么好呢? Ich bin ganz nervös 我很紧张 为什么要紧张呢? 所以Schneider先生听了也很不解 他问到 Nervös? Warum? 紧张 为什么呢? Steinmann女士回答说 Ich warte und warte Aber das Taxi kommt nicht Wut den Arden 但是就是没有出租车来 Das Taxi kommt nicht 大家还记得我们前面有一课学过 Der Bus kommt nicht吗? 公共汽车没有来 而这里是等出租车等不到 Kein Taxi? Kein Problem Ich habe ein Auto Ich fahre sie 没有出租车啊 没问题 Kein Problem Ich habe ein Auto Haben Ich habe Ich habe 我有一辆车 Schneider先生 有一辆车 所以他觉得 没有问题 Ich fahre sie 这里的fahen 是一个集物动词 指开车送某人 既然 Schneider先生有车 他就主动提出说 您搭我的车吧 我开车送您 Ach ja Das ist der net Fielen Dank Steiner 女士非常的高兴 他说 哎呀 那真是太好了 太感激您了 在这种打不到车的时候 能有人主动提出帮助 真的是很幸运的一件事情 最后Schneider先生说 Also kommen Sie My auto steht da 嗯 跟我来 我的车就停在那 这里的stehen 本意是站立的意思 那么这里指的是 我的车就停靠在那 说到搭车 舒老师也想到自己在德国 很有意思的搭车经历 就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吧 那是一个早晨 舒老师拎着笔记本电脑 本来想赶公车去学校 可是跑到车站一看 才发现车已经开走了 正在很懊恼 打算走着去上学的时候 有一辆红色的小轿车 突然停在舒老师的面前 车门一开 哇 是一个长得很漂亮 金发碧眼的德国小男生 穿着白色的毛衣 他问我说 你也去学校吗 我说 是 然后他就说 那上来吧 我也去 再不抓紧就要迟到了 舒老师在脑子里迟疑了 零点零一秒 但还是上了车 因为觉得这个小朋友 怎么看都不像坏人 不过 有意思的是 没过几天 又发生了类似的事情 那天 是舒老师到得比较早 车站上 还一个人都没有 又有一辆黑色的小汽车 停在舒老师的面前 车门一开 舒老师差点被震耳欲聋的摇滚乐 掀翻在地 里面是一个很胖很胖 穿着皮衣皮裤 鼻子上还打着一个鼻丁的一个男生 他用粗粗的声音问我说 你去学校吗 舒老师当时真的很害怕 但是也回答说 是 然后这个男生就说 你上来吧 我开你去 舒老师又迟疑了零点零一秒后 坚决的拒绝了 说 谢谢你 不过公车马上就来了 我还是搭公车去吧 这个男生倒也挺善解人意 说了句 没关系 就开车走了 事后 舒老师把这两件事 跟德国朋友分享 德国朋友说 哎呀 你可不能以貌取人啊 外表粗犷的 说不定内心温柔 而外表可爱的 搞不好比较可怕呢 通过这件事 舒老师想说的是 其实德国人 还是非常乐于助人的 不过 如果是单身出门在外的话 也还是要注意安全 可不能像舒老师这么 冒冒然啊 好 现在我们来把前面一段对话中 出现的几个重点句型 归纳一下 这些重点句型 在平时口语中 是非常重要的 请大家背诵 掌握 谢谢 Vie geht's Vie geht's Vie geht's 你好吗 Danke Gut Danke Gut 谢谢 我很好 Danke Es geht Danke Es geht 谢谢 还行吧 谢谢 不怎么好 您真好 您真客气 非常感谢 非常感谢 在这节课上 我们主要对前面所学课文 以及否定词Kine和Nicht 通过练习进行了复习和回顾 也对科隆这座城市 有了一个大概的了解 并学习了本课的词汇 课文 以及相关的重点句型 那么在下节课上 我们要学习数字 100到100万的说法 要学习如何询问 并描述高度 年龄 数量 方面的一些信息 此外 还将学习一些文句的说法 以及一些课堂用语的表达 那我们今天的课 就上到这里吧 Auf Wiedersehen und bis bald 欢迎订阅 中文字幕 李宗盛